Hello大家好我是雨晨 那今天的视频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性价比非常高 非常实用的摄影工具 或者说是一个辅助工具吧 那我发现我在频道里面经常会跟大家分享 这类性价比超高的工具或者是配件 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那确实可以省不少的钱 那废话不多说这款软件呢 目前呢只有在iPhone上面有叫做Monitor Plus 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款作为监视器使用的软件 那基本上这个软件呢 已经涵盖了市面上一些比较常用的监视器 甚至是路基的这些功能啊 包括辅助对焦 包括一些假色斑马线等等等等 那它的价格呢也仅仅只有123人民币 20多加币而已 那如果你看完这期视频 你就会知道这100多块钱基本上属于白送啊 OK那让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手机软件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APP的整个界面 当你连接到相机之后呢 这个APP就可以呈现出你的一个监视的画面了 那在这个界面上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参数数值啊 最上面从帧速率到快门光圈ISO 然后白平衡对焦模式对焦类型等等等等都有 那下面呢就有我们常用到的监视器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是斑马线假色啊辅助线等等等等这些工具 我们之后都会在视频中一个一个来跟大家慢慢来讲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APP的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甚至你可以忽略它的那个价格啊 前面忘了跟大家讲的是这个APP呢 它本身是免费的 如果说你只是需要一个监看 那你直接下的这个APP连接它的软件 你就可以进行一个监看 那假如你需要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这些功能 那你就需要支付一个费用 那这个费用就直接解锁它所有的功能 当然在购买之前呢 也记得先去看一下你的相机是不是适配这个软件啊 ok 那我们现在言归正传 回到这个APP本身 那我今天还很高兴的邀请到了AB醬 然后我们再一起拍摄 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APP的功能到底有多强大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一项一项的测试这个手机APP的功能啊 然后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又跟AB醬见面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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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现在呢 我现在在这边就是通过手机来监看整个画面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触控屏幕去进行对焦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功能之一啊 如果你对焦到后面的楼上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人物已经处于一个虚焦的状态 那如果我们现在点到AB醬的脸上的话 可以看到画面就对焦到它的脸上 所以这也是一个特别方便的功能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最常用的功能 也是我之前的视频就跟大家讲过的一个功能 就是使用斑马线 那大家看到打开斑马线以后周围画面中出现了很多的斑马线条纹 那这些条纹呢理论上就是画面已经处于一个过曝的状态的位置 当然我们要根据拍摄的这个环境和拍摄的主体来决定是否要在画面中的一些部位啊 出现过曝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打开了假色这个功能 这也是我之前在讲S-Log2曝光的时候主要讲的一个在监视器上使用的功能之一啊 所以在手机上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真的是让我觉得仅仅是这一个功能就已经值回所有的票价了 那打开假色功能呢大家可以看到 最左边和监视器一样它是有一个指示条的 比如从最上面到最下面是从最暗到最亮的一个颜色的表示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黄色和尤其是红色的部位 也就是窗户外的基本上都是过曝的 那人物身上呢其实也是多多少少也是过曝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把光圈稍微降低一点 比如开到2.25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沙发这个区域 包括整个茶几和人物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绿色的区域了 那绿色呢就是在假色中属于一个标准曝光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的对焦功能 假如我们现在对在手上 然后呢打开它底下的这个对焦功能选项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画面变成了一个黑白的颜色 然后可以看到对焦道的区域呢就会有这种红线出来 也是跟传统的监视器的这些功能是非常相似的 那我现在使用的是F1.6的光圈 所以景深非常的浅 大家可以看到AB这样在洗东西的时候呢 这个水面和这个水管上面的这个部位呢是对到焦的 但是假如我们现在移动到别的位置 比如说是移动到这个位置水管的前面这个部分 那后面整个就是虚的 所以它能够自动的把画面转化为黑白 然后再给你进行一个对焦的辅助 是我觉得它做的非常好的一个点 那因为在黑白的状态下 你的确可以更容易的更清晰的看到这些红线 在画面中哪些位置出现 那这样子就能更好的保证你确定的使用它来对焦到你想对焦的位置 ok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对焦的这个功能呢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辅助键的功能 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拍摄影片的时候 画幅和拍摄照片是不一样的 甚至说是你可以希望在后期使用到2.35比1这样的比例 ok 那前期的辅助线的使用呢 就可以大大的帮助你进行一个后期的裁剪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使用了辅助线以后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那个画面的上下都被裁剪掉了 那如果我们关掉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是相机原本拍摄的整个的画面 那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去改变它 比如说是你可以改变它的网格的这种长宽比 在这边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比例 1比1的16比9等等等等甚至可以自定 最主要的呢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是为你的一个后期制作提供一个非常直观的效果 那有了这样子一种辅助的效果之后呢 你在构图和拍摄的时候都可以更加轻松 更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拍摄主体这边 而不用担心你的画面最终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OK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就非常的强了 这里有我们的拍摄画面 然后这边是有三个分割的颜色的示波器 还有这边这样子的示波器 包括这下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曝光的指示图 那最重要就是这个Vector Vector这个工具呢实际上在拍摄有人物出现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广泛使用的一个调色和校色工具吧 那它最主要的就是这条白色的斜线大家可以看到的位置 那这条线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标准肤色线 假如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这里面的橙色和一些红色的信息 都能够集中在这条线上的话 就证明我们人物的肤色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不会出现那种奇怪的肤色 OK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功能之外呢 这个APP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那就是它可以通过电脑Airdrop 你所有的LUT到这个APP里面 那这样子在你拍摄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画面中套用你的LUT OK那我们现在点开下面的这个位置 就可以看到直接已经给画面套入了一个LUT 如果我们长按它的话 你就可以出现你已经存在手机里的LUT的这个list 那我们这样子可以通过点选它 那就进行一个LUT的切换 而且呢在你很多时候 即使是像A7S3和A7R3这些相机 你虽然有着内置的GAMMA辅助 但是呢它只能恢复到一个标准状态 假如说你需要一个比较有创意性的调色 那这时候你就需要这样的功能去帮助你了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这个APP 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些功能啊 但是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任何的缺点 相反呢其实我发现它有几个让我非常头痛的地方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相机和手机之间的连接 那somehow呢它有一个自动进入相机的一个选项 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如果你打开了自动进入和自动连接相机的这个选项呢 基本上它就会一直卡在loading的那个界面 所以呢我每次必须都使用手机去扫描这个相机的QR Code 那这样子呢每次你通过手机去连接相机呢 都需要去反复的有这个操作过程 变得有一点麻烦 其次呢就是目前这个APP 还不能够完全支援所有品牌和不同型号的相机 我估计目前应该是只有索尼的一些相机啊 那我也希望这个APP的制作团队能在后期把这个APP 运用在各个不同的品牌上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潜力非常好用的APP 如果能够普及到更多的品牌和机器上呢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最后呢还有很多人在网上我看有讨论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有关于这个APP有一些卡顿延迟的问题 那首先呢我个人认为 手机作为一个监视器和辅助拍摄的设备呢 你肯定不能把它放作跟一个专业的监视器 或者是录机来相提并论 那如果仅仅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一些卡顿和延迟呢 我觉得几乎是不太影响你的使用的 因为在大部分时候呢我们并不需要真的非常流畅的去看清楚 拍摄的人物或者是物体发生怎样的变化 更重要的而是我们能够在拍摄之前就确定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曝光啊对焦等等这些问题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如果你的相机支持WiFi设置的话 记得把2.4G改为5G 那这样子可能会对这个情况有一所缓解啊 OK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AB酱 那刚才还揉了个面团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开下面的小铃铛 那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其他的内容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了 我是雨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OK 我看一眼